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最後一次編小 你已經算是中華製作 那這次 沒有常客 有嗎? 所以你幾次 正式的比賽就兩次了 每次入選國家隊都是對自己肯定 那也對自己很幸運 因為就是從小的夢想就是可以進入國家隊 我相信就是很多打籃球的 不管是職業球員或是業餘的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進國家隊就是一個憧憬 所以自己覺得很幸運能夠成為國家隊的一員 然後每次進國家隊就是會很興奮 然後很期待跟台灣最優秀的球員一起訓練 然後也很期待可以為國家去付出 然後去對抗其他國家的對手 然後在比賽中學習 然後也盡自己的所能來幫助中華隊這樣 對於香港那場就是在我們自己的和平館組上 所以當然是有一種熟悉 然後不會那麼緊張的感覺 然後自己也很熟悉那個籃球 那在上禮拜 也好在自己的手感也比較回來一點 所以給自己增添了蠻多的自信 那也希望可以延續這個手感 然後在下禮拜的比賽幫助中華隊 有沒有很想像是同同了 老朋友同同 那你可以看看跟老隊有再次同隊的感想嗎 呃 就是當然很開心啊 然後今天就是 因為他也剛從日本回來 然後今天早上我們的訓練就是第一天 第一次見面 然後他也問了我很多 就是 欸球隊現在怎麼樣啊 然後就聊了蠻多 然後就是 呃 也很開心看到他在日本有很好的表現 然後就是 大家就是一起加油 那 就是可以再跟他同隊就是 呃 蠻開心的 那我們互相其實也 我想之前的那種默契也都還在 所以也很期待可以再次跟他搭配 然後為國家效力這樣 呃 配號12號前鋒周瑋瑜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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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連連手的感想 就其實有點 熟悉又陌生的感覺 因為其實 也算是蠻久沒有一起搭的 算是 至少也有半年 對 就 雖然還是知道他的就是习惯 就是 但是還是就是有點 陌生 這樣 之前其實 直接過了很多助攻 對啊 所以他應該也了我 其實我有時候主場也是會看到 就是在日本主場也是會看到 一些就是之前富棒的球 就其實他們也是很富邦家 就很感謝他們 就是有繼續支持我這樣 然後就就是 也就是非常感謝他們 繼續支持這樣 他其實訊息不太會回 對啊 他都不回 所以我也不 我就知道他不會回 我也不會想要熱臉去貼人家冷屁股 然後這樣 或是打屁的他才會回 好 那祝您這一週划隊出席 謝謝 謝謝